就是在腳底下 當然有快攻的機會 你要快攻沒有錯 地板球 小心 危險啊 直接擋在前面 結果 這個球雖然有一點緩慢 但是似乎呢 受到了 碰觸的關係 所以改變了他的這個軌跡啊 沒錯 剛好越過了門將的 防守 雖然這個速度並不是太快啊 但這就有一點點 小意外的一個狀況 因為他射門碰到了義偉的腳底 而此球產生了一個另外一個角度 再看一次 北號 二十一號 安娜朵迪耶夫 就是因為碰到了 所以改變了這個球的一個彈跳 沒錯 其實這個防守的那個距離 如果能夠再靠近一點呢 可能就會有不一樣的結果 看戰術執行上呢 可能要做出一些什麼樣的一個變化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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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球的確 後方是完全沒有跟回來 讓對方的主力球員 Mingasov 輕鬆地在門前突破 要趕快把球傳出來 讓那個防守球員能夠移動 有機會 不錯的配合 跳到進區 有沒有辦法控制球 突破倒地 12碼球 可以來罰槍 有12碼的一個機會 再看一次剛剛 胡俊卿跟溫志豪的一個成功配合 交到了朱恩樂的腳上 沒錯 的確是在進區犯規啊 成功的進區 成功的進區 陳茂良 完全的 讓那個門匠猜錯了方向 是的 合法地罰球 順利的進球 合法隊 1比2落後 上半場的這個時間呢 應該也差不多要到了 這個球可能開進來 裁判沒錯 已經想哨音了 非常好 好 所以這場比賽 球迷不要放棄 因為還有得打 可以看到滿場的球迷 現在是歡聲雷動 是的 這的確中華隊就是需要有多一點 這樣子的 配合跟效果 沒錯 再看一次剛剛陳柏良的進球 對方的王牌門匠完全猜錯邊 OK 上半 等一下 約位 防守 防守啊 等一下這怎麼回事啊 好烏龍 這是一個烏龍球啊 是的 但問題是這個烏龍球的確是不應該啊 因為 你如果掌握了球你應該往外送啊 往外踢啊 因為他回訪的那個面向是面對著球門 你注意看一下 他是面對著球門 所以說他本來是要 他應該就直接往外踢啊 是的 可能但這個球可能也是要往外踢 可能應該失敗 哇 現在對中華隊來說 當然是比較致命的一個打擊啊 謝謝 謝謝 沒關係